我的经历实际上是过山车的 我小的时候 但我在八岁之前 家庭生活是特别好 因为我夫妻是陕西比较有名的演员 演电影 演话剧 都是演主角 话剧团的台主子又 他是从北京志愿西北去的 我母亲也是演员 我从小在这个环境上 生活很优越 突然的话大概命来了 我们家庭的当时论成分 我们就变成狗崽子了 在最底层的时候 被歧视 随便被人打骂 谁都可以欺负你 你不敢换手 因为我是老大 我底下还有两个弟弟 我父亲被打得进了牛棚 停了工资 我母亲就得帮我 那个才几岁 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吧 我父亲就被地府返回又又关起来 还要干活 但是最后是文化大革命结束 当然因为我父亲也在文革期间被整死了 被迫害至死 直到我们家就一下就变得非常贫困 他没死的时候也变得很贫困 因为他工资停发了 就家里就开始变卖东西 我们家里什么金银财宝全部变卖 杂盆聊扫 就卖了 生存 经过这样磨难 使得我本身对这个底层就有很天然的亲近感 虽然我不是要犯的 但是我能了解它们 虽然我没当过矿工 但是我知道底层是什么滋味 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些底层有天然的好感 因为有一种悲悯 我对人性的看法是 人之初既不善良也不饿 是善和恶都并存的 这是你的环境